今天要為各位轉播的是天梯對戰 由來自兩位的德國選手 分別是機油戰隊的Jordan 然後對上是 中文叫做 鬥牛士 我們這邊稱呼他叫 Metator 是一位 天梯2300分的頂尖高手 那目前 他沒有任何的戰隊 然後 他沒有任何的戰隊 然後最近開始開直播 在Twitch上面 是我近期 非常關注的一位 頂尖玩家 那他打天梯也是非常的勤勞 我希望有一天 可能一年後或是兩天後 有機會在國際的賽事上面看到 Metator 那兩位都是德國的玩家 德國也有很多 其他的高手包含那個 封閉式地圖的高手 Aurani他也是來自於德國 好 那這一場 波斯打 伊索比亞地圖是阿拉伯 這兩個文明波斯的話 先講一下好了 在比賽局比較少出現 那波斯他最大的加成 我覺得對上公兵國就是他的騎士 對公兵攻擊力加2 那伊索比亞 到城堡時代打公兵的話 多人會打騎士嗎 這是我這一場最想知道的地方 因為伊索比亞他也是一個 強軍式的公兵國 波斯如果經濟不夠好 騎士不夠多 其實伊索比亞的公兵是可以吃 波斯的馬 但是當然了波斯的馬只要貼到 伊索比亞的公兵 可能會痛嗎 加2額外傷害 所以就還蠻 好奇這個對局會怎麼樣走 兩位德國的頂尖玩家 順帶一提現在Dorian的分數 大概是2400到2500 雖然這一兩年的狀態 不是那麼的好 但是還是一樣 是國際頂尖的玩家 畢竟他也是可以打紅牛杯的 如果講他不好的話 好像對其他選手也是怪怪的 OK那雙方看一下地形 伊索這裡 Metator 是主經後面 果實後面這個圖 對他來說應該是天圖 沒有錯 Jordan這裡的話 果實靠前 然後 沒有辦法 開尾 要大開尾也是可以啊 但是 有一點大有點大 前期 我覺得如果你是專精馬國的玩家 應該要來想一下這個對局 你當下下黑暗時代 你覺得波斯要怎麼打伊索比亞呢 好 大家花個10秒 你們覺得伊索怎麼打波斯 波斯怎麼打伊索 我覺得 這個 這兩個文明雖然比賽局比較少出現 但是還蠻攸關於大家爬天梯分數 特別是打阿拉伯前期的一些小小觀念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你波斯要怎麼樣開局呢 OK 這邊Jordan是想要一個大開尾 他想要大開尾 Manator的話 伊索比亞基本上前期就可以打非常兇 他現在開軍影 看起來是單伐木 打軍影 Jordan這邊一個大開尾 OK 作為波斯方 我們要小心這個對局裡面 由於我的騎士對上工兵攻擊力加2 那伊索比亞會有一個思維 也許是 我給你打一個大封劍 我直接封劍時代秒殺你波斯 讓你騎士沒有辦法出來 這個可能是在伊索比亞玩家的視角裡面 可能會去考量到的一個戰術 那Jordan這邊一個大開尾 我先姑且把他評價為一個 防民兵 的這個打法 那Jordan他沒有小圍 他是一個大開尾 同時拉了很多村去大開尾 那他的優點當然是 如果你土好圍的話 圍起來當然操作會少 那缺點就是 如果你有漏洞 或是你來不及圍 民兵走進來 或是哪邊沒看到的話 直接就隔屁 基本上直接隔屁 因為你大量的木材都拿去消耗在這個木牆身上 那以這個上帝視角來看的話 其實Jordan可以這樣子圍啦 最好的話是這樣 但是 對手是伊索比亞前期非常的兇 所以Jordan只能先圍一個 以TC為中心的 類似大開尾 那這邊matator國不其他 他是來打一個前置 那這邊是出三名兵 加上兩村前置 有可能是打塔弓 或是前置的射箭場 我這邊是打一個前置的射箭場 Jordan這裡 上來 第一件事情先一個射箭場 那這個是我在觀察很多觀眾投稿 新手局裡面會犯的一個錯誤 為什麼要叫大家剛剛思考呢 因為大家在玩馬國的時候 特別是新手場 你設定的是肉馬開局 你的流程就是一個肉馬開 可是你沒有根據對手的文明跟 一些心理戰 來去分辨說你這場要射箭場開還是肉馬開局 那這邊Jordan射箭場開局 其實我覺得 在他的天梯場次裡面 當然是沒有什麼好說的 我但是可以給大家一個新手的參考 波斯雖然貴為馬國 可是他並不一定 一定要 弓箭時代就直接開馬舊 當然波斯後期沒有什麼 強力的弓兵 射箭場基本上也沒有什麼用 土地還是打這個寄兵部隊 但是如果你能先防住對手的快攻的話 你管你出什麼 反正能守住就是最重要的 那這邊Jordan出射箭場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反倒是你如果是打一個馬就開的話 可能還是要再轉射箭場 對手一個槍兵加小弓 你可能還是有點難受 所以我覺得Jordan這邊算是蠻 教科師 書的 打法 我大開為不吃什麼手術 打觀念 射箭場 OK 那現在守住第一波 Metator 他兩個前置射箭場 看起來要在這邊打很兇 但他後續沒有再出兵 他還是先點出一擊射 民兵的話沒有升級上來 然後Jordan這裡拖了一波路 前置兩村拉回來 前置兩村拉回來 如果你這個是馬就開的話 真的會起飛哦 在你這個大開尾的情況下 會起飛 這個毛兵出來的時間非常的重要 OK 這邊小小的觀念 讓Jordan一個大開尾看起來很冒險 但是他應該是能守住沒有錯 那Jordan需要注意到 他的黃金跟石頭 如果等一下對到突然又插一個劍塔的話 這個石頭也是可能要馬上挖 或者是上來 直接上來招城堡時代 不過這邊的塔 現在如果假設插的話 也插不到重要的東西 所以這邊Metator也沒有選擇 把那兩村拿來插塔 雙方算是第一波過招都OK 那節奏看起來我覺得對Jordan是比較好 畢竟波斯等一下上來城堡時代 如果打雙馬就開 現在工兵升級變貴的情況下 騎士如果先上來第一波砍到這個 伊索比亞的工兵 那基本上那個節奏 伊索比亞就非常難打 OK 這邊32村打32村 這邊一樣是攻防戰 剛剛到2.2一級木一級農 近期我會多做做Jordan的影片 因為我認為他現在雖然沒有巔峰時代那麼強 但是他打出來的內容其實我覺得很適合 對方的新手來參考 因為他目前沒有像以前那樣子 可以跟viper媲美的 控兵微操 工兵的控兵也變弱了 然後營運反應也變慢了 但是更多的是一些流程跟 呃 這怎麼講呢 危機應對嗎 我覺得Jordan還是一樣的強 OK 那這邊稍微小歸一下 這邊Mattertor是直接把石頭賣掉 那這邊我們需要注意到的是伊索比亞 在天梯局裡面很常看到兩個射箭場 甚至三個射箭場城堡 單TC開射的這種打法 因為這文明真的打強就非常的猛 我自己本身也蠻討厭這個工兵 伊索比亞的 即使你有出投石車 伊索有彈道學 對手有控兵的情況下 很容易單TC工兵就直接把你射爆 哦 你出戰馬又相對來說比較被動一點點 所以防守功力我覺得還 就蠻吃你的考驗的 蠻吃你的防守功力的 雙方現在都點城堡 然後Mattertor這裡補了一個馬舊 我們等一下來欣賞一下 Jordan是怎麼打這一盤的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現在34所以打38 Mattertor這裡石頭賣掉的情況下 看他會不會等一下再買回來開TC還是說怎麼樣 那這邊他開一個馬舊 伊索後期馬舊單位爛 但是城堡可以打騎士 可以打駱駝 加減加減 當然不是 波斯來不是像波斯來的那麼強 但是開了個馬舊 這邊JD的毛兵直接走進走進來 伊索在這邊高地站著 那我覺得Mattertor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他一直都沒有把弓兵放在這個地方 一兩隻做騷擾都不錯 反倒是Jordan他已經有放幾隻毛兵 站在這邊了 那我覺得可能更強的玩家 2400、2500 小弓應該還是會有一兩隻放在這個附近 騷擾一下Jordan的節奏 那Jordan這邊已經平常跟Viper等級 一樣的高手打太久了 那毛兵放在這邊 已經有稍微預判防守了 所以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心目中 現在Mattertor2300 Jordan2400 2500、2600 最高2700 高手中的高手 他還是有一些細節的差別 這邊JD走進來 還毛死了一兩村 然後點出戰毛 點出二級射 這邊用毛兵 直接殺到四村 轉翻 在Matter是一個BK 這邊毛兵走出來 其實也是大家比較看不懂的地方 為什麼Jordan他敢 只有毛兵走出來 其實如果他走出來 Mattertor有看到的話 他有兩種選擇 一種他一所不一樣 第一種出刺猴解 第二種 只能圍把他圍在外面 然後家裡等下做防守 然後等下一樣出騎士 那Mattertor這邊也是一波失誤 然後死了四村 其實對上普列顛跟一所中 幾乎會只打工兵的文明來說 你戰毛直接走出去 倒是無所謂 那如果你看到他騎士出來 或是肉麻出來 至少你有情報知道說 欸 對手可能會打一個騎士加工兵這種陣容 你是可以看到一些情報的 所以關於毛兵的實用 其實也是很多學問在裡面 那這邊Mattertor是打一個強軍士 單TC有BK有投車 Jordan這邊3TC挖石頭 我覺得Jordan這裡是打得非常的greedy 正常的對局來說 你已經看到對手已經有投石車了 加上這個強軍士 你可能會先蓋 BK再來開3TC Jordan這邊是直接一個超級攤的3TC 加一個戰毛 這一盤對手是2300多分 可能你可以刷2400也OK啦 他直接3TC 只有戰毛在做防守 2300等於是中國第一選手Leaks的level 越南搶城王的level 有營運的版本 但是Jordan直接3TC 現在才開一個BK 那他現在是有大量挖石頭 可能理想是在這裡蓋一個寶之類的 就可以完全守住 3TC直接守 然後這邊只用戰毛在守 2級射2級防 這邊大量一坨一整坨 那其實Jordan這種打法 就不太推薦了 正常如果我們要學Jordan這個流程的話 我們2TC加一個BK可能 投石車換投石車壓力比較小一點 這個是比較偷經濟的打法 也是為什麼我看了viper的影片那麼多 我都上不了分 如果我願意 穩穩的打 不要太偷 不要造成自己太多的操作 更好上分 老實說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Jordan現在也是掩飾了一把 自由戰隊這個viper跟Jordan很常用的 這個投經濟防守流 現在歸在家 然後裡面出一個投石車 現在這個其實我是覺得這壓力還蠻大的 很容易一亂就爆了 現在趕快蓋一個寶在旁邊 那這個寶的位置其實理想可能 maybe是在這邊 兩個BK 兩個TC 一個BK 在這邊 再開3TC 什麼的 然後這邊你看又被打到嗎 所以你們覺得Jordan這個3TC 接BK跟2TC BK在3TC 哪個好呢 我個人是比較偏向於 如果認真要3分 適合新手的話 請你2TC加一個BK 先穩穩的就好 有點偷 好 但是因為隨著我們這個頻道越做 越做越多GL戰隊的影片 我覺得可能也會多多少少影響到 你有在看我這支影片的觀眾朋友們的meta 大家都偷起來 害你下分 這邊已經開出了一個城堡 3TC 然後Jordan這裡的投石車雜叔 這裡還有兩台投石車 那這邊直接勸退meta 一波 畢竟有一個城堡 但是村民術 小小落後 meta是一個單TC 我從封建賣石頭之後就沒有再開TC了 OK 現在70吋打54 雖然Jordan這個城堡的位置不是那麼理想 在我的視角裡面 但是最終還是勸退了meta 那meta現在看起來這個資源量是想要點帝王 沒有要回農一波 可是我覺得後期 其實認真打起來 我覺得伊索比亞比波斯強 我覺得幾兵加強奴 打波斯的陣容不會太難打 但是這邊沒有辦法再去開TC 這個時間點已經就是強軍是要歐了 也許可以單TC回來回農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現在這個meta拉到後面去來做騷擾 帶投石車 這邊Jordan點一個彈道學 那這邊等一下是一個長期的城堡打地王 3TC打3TC 這邊Jordan 今天我感覺故意想要打一個什麼防守之類的 練一下防守功力是不是 OK這邊投石車 沒抓到 這邊點帝王 然後現在問題點來了 這個攻命要趕快走啊 不然空命要很強 而且這雲戰馬要點彈道學 這邊一發 沒中 OK這邊拉掉 80吋打57 Jordan再開TC 4TC打單TC 3TC 這個除了剛剛我覺得這個3TC Greedy一波以外 這這盤作為馬國怎麼打工兵國的進階版本 我覺得這場 Jordan實在是掩飾的非常的好 馬國開局 打工兵 合理的說當然馬就也是馬就肉馬開也OK 但是Jordan做防守 毛兵 城堡 稍微 防一下出戰矛 我不拚騎士 我出戰矛 然後開農蓋城堡開農 然後帝王等一下反打 就這把流程打工兵國 實在是教科書的 教科書的 守得非常好 那現在94吋打57 現在已經 慢慢甩開工兵國的這個經濟 MetaTor是比較可惜 封建就直接把石頭賣掉了 已經有點回不來了 拉越久越回不來 那通常這個時間點 比如說你上帝王 可以再回來開TC 可以再回來開TC 但其實大家可以看到MetaTor 他的食物量是有點高 但是他想要拚一個什麼 三級色化學嗎 我先不說 畢竟 Esobia是沒有經濟加成的 他在這邊開TC了 2TC JD瘋狂爆村 爆村4TC爆村 一直爆一直爆一直爆 Jodan打到35分鐘 他只有出蛋毛跟BK跟聖旅 一隻騎士都沒有出 我覺得這個守得很精彩 那現在Jodan 戰毛也敢走出來 也是因為對手第一個才剛上帝王 要逼一下這個空間 逼一下空間 那戰毛他現在有這個彈道學 除非你這個機體上來 那這邊騎士有二級防 看有沒有機會轉騎士 直接先砍掉這個戰毛 不然這個工兵是有點難打 我先往後退 這邊趕快開一個高麗寶 拖等點帝王之前還先拖個手推車 經濟肥到不行 我覺得專門在玩馬國的觀眾朋友們 應該要來參考一下這場 包含我現在也在學習 我現在也是在看的當下 我也覺得 多等真的是厲害 然後這邊再做防守 其實看起來這一盤 就好像沒有守出什麼問題 但是其實防守 我覺得難度大於進攻 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 你們有這樣覺得嗎 還是有人覺得 世紀帝國二代裡面 進攻比防守難 你天生生下來就是超會防的 有可能 有可能 I don't know OK 那現在115 存打65 Jordan現在出了這什麼 戰象 威了這麼久 他居然是想要玩戰象 一波流 當然嚴格說 這個局出遊俠 直接刷 Matter直接死 但是 畢竟 Jordan是 國際領先 那Matter是 2300 2300 2300 也是國際領先 說真的 不管了 不管了 反正Jordan就是出戰象了 我很開心他出戰象 因為這戰象到底是有用還沒用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先推火炮 趕快要推掉 Jordan的建設 好 Jordan上來 開始一直搞這個 搞這個大象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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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片 然後這邊有強奴 這邊一個房都沒有點 因為Jordan根本就沒有打他 那還在歸耶 我的天 出大象啊各位 其實以上第四角看 Jordan沒有那麼穩 Jordan沒有那麼穩 這個大象如果吃出去沒有解掉這些東西 Jordan可能會沒有錢再去 反推哦 這有可能的 這個是有可能的 這個是有可能的 但是Jordan還是玩了一個大象 Metal 2TC 然後這裡點三房品種 先歸 這Metal以上是要來看的話 他可以先準備生女了 但是目前還沒有看到Jordan到底想做啥 這邊再開TC 這邊如果是Mr.Yo或什麼的話 可能就會點一個什麼刺猴進去看 情報真的很重要 接下來對手打什麼 你猜一下 不可能就這樣子掛機 然後分數比你高吧 總是有東西藏在後面 所以這我覺得Metal跟頂尖2500的差別 也是我們跟2300的差別 我們可能不會再去看一下對手後 後續的轉兵是什麼 我們看到才轉兵 但是他們會預判 甚至實際上不是預判 就是直接有刺猴去看 那現在這邊Jordan有點出金罐 大象好數有加成 五台火炮 五台火炮 Jordan繼續歸 他的城堡沒有很多 搞不好玩一玩會輸掉 收定 83就打126 太扯了 你們看這分數就知道 其實Jordan沒有贏很多 這邊終於要走了 14隻 14隻大象 還沒有精銳 這邊戰帽同時出來解一下 就幾隻戰帽 這波可以嗎 大象波斯 這邊 長兵 戰象挑戰賽 火炮高哥離奇 一隻騎士都不想說 是不是 這騎士好像也是找到的 好這邊 直接頂出去 直接頂出去 我大象還是死了蠻多隻 往這邊往後拉 長兵往前走 火炮高哥離奇 這邊再蓋一個高麗寶 兩個TC 三個寶 Jordan 利用兩個TC去生存 Mertor殺到Jordan33存 其實有點多 這邊高麗寶直接射 然後這邊又被招狗 波斯戰象是真的不太能出 單挑這種阿阿伯 真的不太能出 但是 這裡 很硬啊 六臺火炮 直到剛為止 不要出波斯戰象的話 都是一個 馬國打工兵國非常棒的流程 然後後面變成有點娛樂 出了這個罕見寶兵 但是可以看到第一波這個大象 有頂出來啦 但是 這怕招 我這邊出來開TC 拿黃金 大象繼續出 Jordan會不會玩到輸呢 可是後面還有幾隻大象 那怎麼辦 你還在說怎麼辦 瘋狂按殘降兵按幾兵 那這個幾兵出來 Jordan看他會不會轉兵啊 如果堅持一隻大象的話 搞不好真的是會輸 但是不管就是兆都 這裡三隻大象 然後這邊直接 滴掉 然後被射死 火炮也沒掉 掉一台而已 分數其實差不多 這邊堵掉了 拿遺跡 然後這邊還有黃金 這個高地堡剛插的 但是又要被推掉 各種經濟很厚 這個這個這個經濟量 為什麼這個2500的打 2300 你這樣在虐菜 真的是差兩百分 差蠻多的 我看起來好像Jordan 輕鬆協議啊 想贏就贏 想輸就輸 是不是 玩一些 很享受的東西 現在自從Jordan開始慢慢直播變多 頻道經營其實也慢慢變成從 阿比賽著重變成是一個高端國際直播主 對那個直播 這個我就不想在這裡再講 忠誠信仰 Elefanto忠誠信仰 五十隻波斯戰相 忠誠信仰橫空出世 我的天 招都沒有用了 招不到 直接堵 那現在的問題就剩那個擊兵阿 我剩那個擊兵 擊兵戳還是會痛 這邊我們要知道哦 Mattertour是兩天三 現在還是打的有來有往的 然後這個寶會不會掉啊 五臺火炮 五隻生女 大象再續 遺跡二對二 點出一個圍牆加這個城堡的 防禦 加血量加血量 只要你比對手高200分 你就可以玩冷門寶兵阿好不好 抓刀勇士8加9 緬甸飛鏢寄兵哥德衛隊等等的 那種比較難出場的 你就直接玩吧 直接玩 有機會有機會 當你的對手如果是用這種挖勾引你 你可以估計他 實際的戰鬥力其實高你兩三百分 他才可以這麼輕鬆的血液 我還要繼續堅持用這個戰項跟你搞 菜刀什麼的 實際的戰鬥這些兵是很難出現 是說真的 那捉人其實是玩一玩快輸了 但他這邊又開始續播 等下城堡拆拆掉 沒轉兵 GG 麥特圖其實慢慢回農了 114村 那就等155村 沒生村了 我這邊陣地戰 打在這 這一波是精銳嗎 天啊 620滴血 620滴血 精銳波是站一下 可以嗎 這裡 22隻 G一波 擋我則死 開一個X戰型開始反推 然後忠誠先來看一下有沒有 真的吹不動 真的吹不動 忠誠信仰一點 吹沒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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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殺了 太殺了 超昂貴部隊出現在阿拉伯 JD你猛了 你要打紅牛杯 你直接拿一個同 同國的高手直接當什麼下韭菜 是不是 哇 這一次波士是完全滿機體的戰項 直接來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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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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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等大象直接走 軍營不夠多現在才蓋 完蛋了全面途徑 這邊點出工會制度 等一下把木材賣一賣再換黃金 食物黃金直接堵一波 這不用控兵欸 我先來問大家 如果我們有Jordan這樣的能力 我們也可以不用控兵了啦 就是只要搞觀念 然後搞這個防守功力 後期你就玩這個波斯 戰象出來 沒幾個文明擋得住啊 特別是公兵國啊 沒幾個 你就這樣玩 那個 我想要把標題改成是 叔叔 Jordan叔叔有練過 Jordan哥哥有練過 請勿模仿這樣 這一招 Jordan 專業訓練 請勿模仿 這大象 直接維持這個城堡 沒了 被毒爆了 哦這邊幾兵看一下 幾兵大量就換波斯上精銳滿集體還是很賺 你這樣子換的話真的很賺 你這樣子換的話真的很賺 很賺 雖然這個大象很多但是很賺 那個價格那個機體 加加起來 其實大象真的是不太好出啊 怕幾兵啊 重點是我們這個大象還偷著這個忠誠信 我還是招到了 哦 忠誠信仰 其實我覺得點出忠誠信仰之後 應該要把 就是 改成說 永遠招不到 你們有人這樣覺得嗎 忠誠信仰是不是應該點出來那麼貴 點出來應該就是要招不到才對啊 點出來會失衡嗎 不確定 不然就是價格要便宜一點 哦 GG 118隻戰槍 拿下這一盤 好 那說了這麼多這一場其實偏娛樂場 但是在前中盤其實講了蠻多的觀念 馬國打工兵國怎麼樣防守 我想這一盤就等掩飾的非常的清楚 那這裡的轉播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